特朗普总统正在与华盛顿的弹劾程序作斗争 不过特朗普希望大多数美国人关注美国创纪录的股价 我们已经启动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.5% 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这进一步提振了特朗普释放的信息 这将帮助特朗普与选民建立联系 经济表现良好或者表现不佳的时候 总统要么得到赞誉 要么受到指责 但美国的经济状况真的很好吗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说 工资和贫富差距加大 是特朗普总统忽视了的问题 我认为美国目前的情况 是那些处于高层的人吸走了所有的财富 而其他人却被抛在后面 美国选民将在11月决定谁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 经济仍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正在与中国等贸易伙伴进行谈判 分析师们警告说 致使得投资者惶惶不安 现实情况是 我们仍有已经施加的关税 还有更多关税的威胁 例如 未来美国和法国间的贸易争端也在升级 美国人对现任总统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 随着决定性选举年的临近 对美国经济实力和收入不平等的质疑 可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美国之音都内拉里 华盛顿报道